你订了酒店没有? 订了 蛤? 你要什么?你要怎么? 你用了多少钱? 一个人五百啊 你这个狗家里不能去 如果我跟你叫我 不要杀死我啦 我不想的啊 这样怎么办? 我不能去 真的不能去 我不能去 我有一个男朋友啊 蛤?什么?什么东西? 我之前不是一直没有跟你们出去吗? 我要赶功课然后又要跟他出去这样 What the... 什么东西 啊 然后那个台湾呢又是怎样? 为什么不能去? 关了什么事呢? 他不给我去 一定要去我跟你讲 这个理由太荒唐啊 不得 我其实说不着 而是他讲 就是他带我去 然后后后他就不给我跟你们去 你可以跟他讲 像是你跟Greemmy一起去吗 那又不是个男生去 一个男生都没有耶 这个冬色性有的人 火 我的火 我的火 不要火 我不要火 我是说不到你的理由 如果我不要去的话 那五百块 可以还我 不可以 不是 为什么你不得去 哦 这个这个理由真的很荒唐 你叫你 这样 你不要生气 我叫我男朋友跟你讲一下 我不要跟他讲话 哈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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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Jasmine的朋友是吗 啊对啊 我叫Richard 啊哈 为什么你不给他去 呃 没有 因为我想要 我们的第一次是美好的 你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然后你给我们三个一起去啊 其实我在台湾 有家 我就想说 带他一起去见我的家人 哦 你不是那些家人 对 哦 好 你让我跟Jasmine讲话一下 好的 不好意思 谢谢 好的 认识 然后 这样 就加了一张票 他都讲了他是台湾人 没有可以这样 所以你们OK啦 OK啦 如果你觉得他是马来西亚人 这样就有点不能解说 可是他讲他是台湾人 就怒火笑了少少 没有啦 其实他是 爸爸是台湾人 但是他妈妈是韩国人 你好 你们去了台湾过后 你可以去我另外一个韩国的家 好 韩国 好 好 对吧 对吧 你喜欢韩国吗 为什么我觉得很像prank的感觉 不是很像 是prank 这里是mai 新人军干 哇 好 是我来的 刚才那个男的 我是安美安 哦 怎么了 你说我在雷溜吗 对哦 你上了雷溜哦 哦 不啦 我 开心吗 第一次上radio 不啦 我今天我感到这个很奇怪